二月河, 雍正皇帝 十四爺, 我很想你 我千辛萬苦才忘記你 你為甚麼還要來見我 你既然對我還有情話 當時為甚麼你不死 從小時候開始 是為你照顧我的 回首一生 我真的不捨得跟你分開 溫長啊, 老十三 尋個降山,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 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個降山,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別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尽我生我生, 故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無論如何都好 有了這場雨 必須節省我們不少工夫 如今不用預先籌備鎮災的事 趁你們大家都在, 我們先議事 宏氏, 你說 是 一件是阿奇納, 塞斯克和尹俄 還有龍科多的罪 六部和外省的咒接已經收齊 阿奇納他們是結黨亂政, 逃謀不軌 二十八條大罪 龍科多大不敬, 淆亂朝政 奸黨不法罪一共四十一條 既然百官已經表態 處分似乎不移拖延 那宏氏, 你自己的主張呢? 王法無親, 既然交部二處 就要按大清律令辦 阿奇納一黨應該寧辭 龍科多本應腰斬 但他們到底是天家骨容 應可略為緩減 阿奇納, 塞斯克, 龍科多判斬立權 尹俄痴至盡 那就既合國犯, 亦合親情 王阿馬, 二慎英偉, 師父嚴了些 宏力, 你有甚麼意見 儘管說出來聽 阿奇納, 塞謀帝位確實情 但聖祖在位之時 他身為王子, 東公之位又元兇 他有非分之想, 亦屬情有可原 兒臣以為應該分開來辦 聖祖朝就自他結黨亂政 本朝就自他不尊王剛, 無人臣之禮的罪 至於龍科多, 他不過是擅權奸領 並未想謀朝篡位, 將他終身圈禁也可以 四弟, 在交佈異處之前 這班人其實早已抄家軟禁 如果不再加營, 又何必交佈異處 現在仲後一詞已嫌辦他們, 又有皇皇上禮 忽然之間又說不再加營 天下會以為朝廷軟弱 再啟結黨亂政之風 三哥, 交佈異處已經是一種處分 教而後諸, 留些餘地好 你也說皇上不教而諸, 不留餘地 聖人的書寫了幾千年 他們自己沒有讀過書嗎 非要出事才要皇上來管教 宏士, 如今已是事 甚麼意見都可以提出 你何必動氣呢 十三弟, 你有甚麼意見 皇上, 這班人已成龍中鳥 妄中之魚 要殺他們, 可謂異遇遇反掌 神帝以為皇上當時要交佈異處 亦不過想由百官講出他們的罪證 讓世人認清楚真相 是他們負皇上, 不是皇上負他們 只要達到這個目的 殺不殺都無關重要 宏士這次留守北京 各事都扮得妥當 扮得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趕走了阿奇勒三千多個魚黨 多謝皇阿馬誇獎 這三千多人雖然沒有身份 但是勝在有時間 每天造謠生事 扮可憐地招謠過市 這一點都是其次 有些阿奇勒魚黨隱沒於百官之中 難以逐一清查 宏士一下令趕人出京 百官爭相表態 從此不敢再依附於百爺黨之中 李德全, 你有什麼想說? 皇上, 二爺找完他不行了 太醫院御醫來了, 有事上咒 叫他進來 爹, 太醫, 快進來 皇上, 臣太醫院醫症 不用報名了 尹認他怎麼樣? 啟酒皇上, 七天前已經報了病危 昨晚開始 氣勇神昏, 三招不聚 有離散之掌 左墨赤浮, 關滑 雙墨赤火 串薇幾乎不可乎 皇上, 要知道這墨虎匯於太倉 藏匯於貴 行了, 行了, 行了 二哥 皇上 二哥, 太子 鸾賈 還想往慾慶功 全夫儀仗都收藏好 只是當年沒用 難免有些救 救不要緊 朕只想安慰二哥的心意 李德全 銀勞財債 李德全朕口譽 玉慶功管事太監 立即將全夫太子儀仗搬去尹認床前 跟他說 萬一有什麼不測 朕以太子之禮口葬他 喳 盡快去 尹認死之前 一定要扮成 否則朕不放過你 喳 朕 本來應該親自去見一見他 柳淚眼看柳淚眼 我是不必 本來宏力去最好 但我們今晚還要以君無 宏師 你去一趟吧 是 兒臣一定會好好事後兒伯伯 以為他臨終之心 你很知禮儀 快去吧 有什麼遺言 回來轉給朕知 兒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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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些人 是否有些人 我會有些人 是否有些人 萬歲爺 吞形爲太子之時 昏庸無能 不忠不孝 萬歲爺 當年慰全忠義 兩次力保太子 登位之後 又對他百般優待 讓他得以天年善終 下場已經是最好的 況且 他年過之命 也不算是受要 聖功大可不必相懷 亭玉 你說得公道 其實朕 也不是完全為了二哥而傷心 回想在天命無常 心總不免有些妻癡 朕一班兄弟之中 一漸凋零 賢之傷臣 為何這麼多人 還看不透 要爭什麼帝位呢 萬歲爺 阿奇那一黨 卑微陰險 有今天下場 是他們自作自受 焰奴才之見 群臣既然以了他們罪 這件事可以暫時換一換 就算是塞斯克 如果有一線生機 亦何妨為他開一線之命 為後世子孫 立一個寬大人後的榜樣 好 朕已經容忍了他們一百次 我容忍了他們第一百零一次又何妨 二哥也去了 手足凋零 朕實在不忍心再殺人 皇上 既然阿奇那一黨暫不處置 那龍科多是不是也… 不要提龍科多 朕聽到這個名字我就生氣 張庭玉草召 龍科多身為先帝託姑眾臣 不以忠誠是主 仍敢直黨善權 貪男不發 亂靜棄軍 俗永遠圈禁 遇射不射 喳 至於李佛 李佛 你們有什麼意見 萬歲爺 李佛是奴才的門生 奴才似乎應該避炎 庭玉 朕信得過你 張庭玉是你唐兄弟 出了事判腰斬 你尚且沒有為他求情 朕知你斷不會以師害功 有什麼看法你儘管說 奴才以為李佛素來守正 在職清廉 他這次出事實在是意料之外 田文鏡麗精圖治卻有正正 李佛和他憤屬童年 有些妒忌他也說不完 但是奴才實在看不透 連你也看不透 可知李佛此人心不可策 不過奴才一直以為李佛 楊明時、孫家鑑 是同路人 都是忠心、肯辦事 但是嫌默守成規 不贊成萬歲爺申政 只不過 他們不像 會結黨營師 扶貧引類攻擊田文鏡 庭玉此言差異 你知道嗎 李佛三個其實並非同路人 楊明時是一汪清水 孫家鑑有如一度瀑布 君子深誠一望而知 李佛在朕面前說話圓潤 觀望朕的面色只作出就對 李佛攻擊田文鏡 表面看好像堂堂正正 其實他是見田文鏡得罪人多 估計他不會有好下場 所以先行一道 至此朕對他信任 成則收功、敗則收命 這種人非常惹憎 皇上確有知人知名 神勢想之下 李佛行事 確有皇上所說的毛病 但以此入罪 似乎證據不足 你有沒有看到保定知府 胡十禮的奏節嗎 五月二十三日 李佛現請胡十禮 藉口對他說 尹堂罪不容諸 皇上不樂得手 我們做臣子的 應該免除皇上為難 老兄 保定知府 正好管住這個人 大可便宜行事 你看看 他想殺允堂邀功 還證明到不想弄髒自己的手 皇上 胡十禮所說的只是一面之詞 李佛是國家大臣 輕而霸出自罪 鎮鎮中外 於政局無益 請皇上三思 朕起是輕而入人以罪的昏君 胡十禮和李佛 素無冤隙 他密咒此時之時 田文鏡答辯的咒舌 終未遞上來 以朕蘇來欺中李佛 胡十禮一個小小之苦 憑什麼膽加害於他上司 胡十禮當然無膽 或者 或者有人指使 借此探聽皇上意旨 亦未可知 現在說的是李佛 你一定要說胡十禮 是不是姓胡的得罪過你 奴才不認識胡十禮其人 但案情未明之時 先審後段 乃是情理之常 阿其那塞斯克這麼大罪 尚且慎重處之 李佛一岸何況也先放一放 容後在矣呢 當年王阿瑪在樊底 他不過是一個兵部小官 也因事頂撞過王阿瑪 王阿瑪還是很欣賞他 這個人無論如何 都是一片忠心 外面這麼大雨 林德奈會病的 王阿瑪 叫他回來了 引禮 再 拿到乾淨衣 幫我換了再進來 爭 十三弟 你覺得李佛 應該怎樣處置 李佛這種人 其實挺難處置 難就難在 他確實不是貪官污吏 跟他同聲同氣的官員有多 剛巧彈劾田文鏡的人之中 不少是他童年固有 不知道哪些是結黨 哪些是真正參田文鏡 神帝以為 無論是他結黨無憾田文鏡 還是有心謀害殞堂 都未能服眾 不如還是擺一擺 遲些再說 十三弟你說得遠轉 但意思仍然是一樣 唉 看起來 做皇帝也不可以隨心所欲 好吧 就照你們的意思 暫時換一換 今天談得實在太久 大家都累了 為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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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人 卑職尚德祥向余大人请安 余大人 卑職尚德祥 你竟然和我搞这些虚礼 我们几个内务府不贴息和金共府多年 我的为人你还不知吗 做此官行此礼 去年今日你和我都是内务府不贴息 但如今你已经是刀刹如是正四品官 奉旨出秦又奉旨回京的殷差大人 如果不想破坏交情 都是依礼而行好些 我一向不够你说的 其他人呢 大人 你今次回京回得不着实了 废太子尹迎前晚刚刚死了 今晚在内务设制殿 曼帅爷 御驾亲临 大大小小的皇宫大臣都去了 我们内务府 忙得四脚朝天 幸好我 不用说了 你当然是负责扣办乡竹 所以走出来偷懒 你是行家 怎能瞞得过你的法眼 就是因为这样 卑职才可以来逆站探望大人 老长 我余虹徒还是去年的余虹徒 官职变了 不过是虚名 坦白说 你如今对着我必恭必敬 背后不骂我摆官派才怪 谁敢骂你 那天众王爷大骂金乱 老马就在场了 他一回来内务府就打着他一巴掌 跟我们说 我真是没用 眼光光看着余虹徒开口 如果跟着他没 咋他嘴 现在就跟他一样升官了 老马一世人都是这样 不就是 我当时跟他说 老马 马后炮你就释放 八爷是这么容易惹得起吗 还有关外几位王爷呢 人家余虹徒是判了杀头帮皇上的 你没有这份忠心 亦没有这份胆息 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一起 在内务府冲杯茶 揭下底部混日子 我当时哪想得这么多 只认为八爷太不像样 实在忍不住才开声 所以说 余大人毕竟是鹤立鸡群 跟我们不一样 余大人 小人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你卖不卖帐 老上 我是御士兵无实权 没什么本事帮你 大人 你的消息真的不灵通 你已经升为四川樊台了 尼部出了公文 全内务府都知道了 真的吗 真的 是保亲王推荐你的 他说 岳大将军在四川统书十几万大军 四川如今是天下第一军需重地 一定要有个干练精强的人做樊台 岳宗旗难道想兴兵 没错 传说岳大将军已经秘密回京 由皇上面授机宜 你看着 一仗打下来 你老人家坐稳升四川巡虎 说不定总督也有得你做 再说 打仗靠的是金山银海 你今次不止是升官 还发财 老长 你知道我为人 我数来都是不贪钱的 是 是 是 内务府中 有谁让我更清楚你老人家 你确是不贪钱的 但当今之世 越不贪钱 升官就越快 我敢说 你老人家将来 还高升过李慧和田文驚 你又信口痴黄了 不是 我有根据的 你罪得皇上欢心 又忠心 又不贪钱 年纪比他们轻 身体比他们好 你看 皇上的得力大臣 干病的干病 老病的老病 章亭育都满头白发 长江后浪一推前浪 一代新人都换旧人 轮都轮到你了 大家这么熟 你不就要找高母带我了 到底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我那个AR姐夫董廣卿呢 你还记不记得他 前年入京请了我们整班 去嘉兴留食饭那位 啊 果然很记成 他年前来 是授命去四川做后保同知 今次又入京引荐 听说就来保实缺了 凡台大人如果有机会 就提携一下他 这些事还要讲时机 当然了 他今次入京又请我们吃饭 说起你老人家的事迹 他不知多敬仰 吃完饭我们就带她去探嫂夫人 他一见到你房子就伤心流泪 他说我们在外面做官的 就算未入楼的八品官 房子都大过于老爷那一家 于是乎又赞了一轮 刚刚他在旗盘街有一间空屋 不算大 三进三出 饿砖到顶的房舍呢 我们几个似熟卖熟 就帮嫂夫人搬进去 什么 你们真是糊涂 搞了这样的事 想我如鴻桃做贪官吗 不行 明天面胜之后 我马上搬出来 你老人家不用那么紧张 房子不是白白给你的 你平时挂在中堂那幅对联 我姐夫说每个字一百两都值 所以当场就帮你买了 其他有些你平日写的字画 我们一人一张买得干干净净 那些钱就帮你置了这间新屋 那怎么可以 什么不行 用字画换房屋这种风雅事 前朝随贤学老上国 李光地老上国都有做过 他们就是朝廷命官风雅学士 我们又不是借你的势力为非作大 你老人家又何必清高成这样 但是 寶亲王爷嫁到 四爷来找你了 我们小鬼上不了神台 先走一步 明天吃完晚之后 我带上嫂夫人去唱春园商杂口外边等你 你见过万岁爷正好和你洗尘 是这样 喂 奴才余虹图叩见四爷 免礼了 余虹图 要跪也未轮到跪我 你抬头看看谁来了 皇上 别这么大声 朕不想铺张 起床坐得了 谢皇上 皇上你亲自驾临 虹图哪里担当得起 再说这段天气这么热 路河驿站也不太好住 皇上刚刚去吊祭过二伯伯 回唱春园 顺便过来探望你们 我们 朕知道你回来 还有孙家监 带着岳宗祺的母亲入京 应该今晚也来到 所以过来看看 见不见你们不要紧 朕想见一下老太太 皇上 奴才今天下午到场 驾站只得奴才一个 未见孙家监 探望已经到了 人还在风台大营 不用半个时辰就到了 岳宗祺去了兵部 一会儿都会过来 这个公路不算少 还有 你帮文山霸合龙 起了五百里的引水渠 可以灌溉两百多万某梁田 都是一个大公路 皇上日理万机 尚记得奴才少少差事 奴才已能不粉身碎骨 尽力逃步 嗯 你耿直敢言 朕原本以为你是做御史的好材料 如今看上来 你的才能不止是那么小 所以准备派你做四川暴政史 岳宗祺就驻守当地 你一方面要应付秦府 另一方面要应付军需 还要管民政 吴易做 寶亲王推荐你 你不可以令他失望 明白吗 奴才明白 这些是主上的隆恩 寶亲王的厚爱 岳老夫人住在北边套房 两个丫头在外边市喉 我住南边小屋 老太太有什么事 儘管叫我 孙大人 都是你住在北边方便的 孙家监他们到了 奴才去叫他进来 好 你去吧 雍正皇帝第六十八回 姚秀凌监制 曾月娥編道 二月河原著 陳七編劇 主题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王秋生飾演雍正 潘文柏飾演尹祥 宗偉明飾演張亭玉 曾偉權飾演余洪淘 周國鋒飾演宏力 並且由 中一明 何國鴻 劉超文 劉耀輝 曾永强 謝韻怡 余世騰 莫家俊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經已播放緣分 劉耀輝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我心 本不要未来未相恋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各航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幸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1.2.2掉恰眠 2.3 3.6 能各汗沙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晴天 主在我的缘分 面对各汗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亦次遇到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 我心 估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没有幸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限 人想有你 尽我心 我心 估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方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没有幸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限 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